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睇时事方面看 参加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的毕业生 每个月的工资可以获得最少18000元 而参加的企业可以得到每人每个月 一万港元的津贴 有人事顾问建议企业聘请大学生北上的时候 要兼顾他们在异地生活的情况和培训 令他们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陈小姐工作的创科公司主要利用激光光谱技术 帮不同气体进行测试 在深圳也设有分公司 今年参加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一共有7个空缺 总共收到大约500份申请 虽然要投放更多资源 例如在培训、住宿、招聘不业生 但是他觉得都值得 他们的学术能力也是非常得到认证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是香港公司这样起家 所以我们香港公司的culture 我们都想带回去深圳公司那边 我觉得香港的工作效率是高一点的 可能在工作的模式上 就是我们的working floor 如果你是香港人 就是本身你工作的方式 大概是这种模式的话 他们就容易些接受 2019到21年内 完成学士或者以上学位课程的香港居民 都可以参加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不业生可以获得不低过18000港币的月薪 企业可以就每个不业生 申请每个月1万港币津贴 为其追长18个月 去到2023年第一季为止 非藏货职位 需要长时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 而创科职位需要毕业生 在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培训 时间各占6至12个月 陈小姐说会被创科人才 留在香港8至12个月时间 最后再派去大湾区做事 但在聘请创科人才方面 她觉得和预期有落差 五个创科空缺职位 只有大约45人合适 而非创科的两个空缺职位 就有100个合适的人选 非创科方面都是很多人申请的 但创科可能因为 本身香港就比较少创科人才 所以其实他们毕业之后 在香港都可以有很好的出路 发展 他们的薪金标准都不会太低 可能香港本身 Fresh Graduate的水平都是18,000 而通过这个计划 去大湾区工作都是18,000 所以对他们的吸引力就只有 我想不想去大湾去工作 而不是那个薪金方面的吸引 根据劳工署提供的资料 计划由今年1月份开始 截至4月27日 有317间企业提供大约2,300多个空缺 当中大约5成4是创科职位 其中经劳工署互动就业服务网站 求职有6,764人 Vincent在4月透过计划 加入了陈小姐的创科公司 现在在深圳工作 他们每周都进行最少一次的视像会议 他曾经在北京读大学 去年8月在澳洲碩士毕业 他觉得计划对他来说是一个机遇 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因为我之前没去看过计划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差不多认命地说 那我不如回香港随便找一份工作 回去只能找到1万2万3万 我突然就超到1万8万 其实对我来说可能要两年之后 我的工资才能去到这样的高度 深圳这边的消费水平是会低于香港那边 变相是等于我们的人工 就是我们的钱会通缉了 他在北京读书的香港师大师妹 都有向他打听计划的详程 他说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对他来说没有难度 如果你是没有地方住 他们是可以帮忙申请这边的人才公寓的 那他的租金大约是深圳正常 就是平均租金的三分之一 都是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条件 那住宿环境也不会差的 跟着对于我们的新同事来说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welcome party 比如welcome lunch 就是这些东西的 是会帮助你迅速地用这边的环境 对这边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 其实这边也会有人帮我们 为我们解答 有人力资源顾问指出 近两年的大学毕业生 预期在香港长时间找不到工 倒不如去到大湾区试一下 如果是一些技术性 与内地有联系的工作 相关经验对未来的发展也会加分 如果你是没有工作 打了一段时间 就已经很多雇主觉得你打烂了身 而且雇主又会觉得 咦 为何你找工找了那么久 人家都不选你 他都说人家不选你 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他都不会倾向选你 他情愿就是请新的一批的毕业生 所以时间一拖长会下跌的 你那个价值 所以如果你去大湾区工作 反而你的价值是会不断地上升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我现在就躺下衣服 因为之后上班其实都需要 Alan躺好衣服 准备好之后就回新工 他去年毕业之后 虽然曾经失业过七八个月 在网站见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的工作 但是他觉得不算特别吸引 我在香港出生 土生土长在香港 那我的家人 亲戚 朋友 和女朋友 他们都是在香港认识的 那变相如果我去大湾区工作 我就没有人没有物在身边 就是你又需要找些时间去适应 还有他的program 其实人工方面 他不是说高香港应届毕业生很多 我觉得他补偿不了我 舍弃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因为其实你香港现在 刚刚毕业的人 他可能都找到 万五万六元 相差无几而已 差两三千 Alan担心如果参加计划 一年半之后就会没工作 也都难以在当地找工作 如果要再回到香港做事 香港的公司也都会不认可 这一年半的经验 如果你做这个program 你入了一间大公司做 我觉得会是承认的 但如果你入到一些 可能比较少的企业 在香港的HR又不是很认识的话 他就会变相很认识你 不知道会不会承认 周以平说他曾经介绍 一个毕业生去内地做事 但做了大约三个星期之后 就回到香港 他认为在内地有人制网络的不业生 比较倾向去大湾区发展 他没有网络 觉得没有支援 他除了工作之外 就是回宿舍 他就觉得没什么自己的生活 也都没有朋友 他觉得很闷 于是他就回来 所以你究竟在上面 有没有网络支援 还有没有生活 有没有朋友这些安排 又或者是有没有活动 他喜欢去参与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他建议企业请年轻人 去大湾区发展的时候 最好请多个 同一个背景的认证者 给他们可以互相依靠 政府机构 亦都可以提供不同支援 例如是税务和医疗等的方面 解决他们在内地生活的困难 你要解决他们生活上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第二 你和他就能够找到 和差不多的背景 都是在香港北上去大湾区工作 那些的人 能够他们有一个网络 有一个朋友圈 第三 增加对当地的认识 还有就使他在当地那里 找到他的兴趣 还有他工作以外 业余的生活的安排 今集时事多面体讲到这里 下集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